歡迎收看最前線新聞 我是張靜麟 郭台銘要買BNT疫苗 也喊話希望蔡政府可以正式授權 政院隨即正面回應 而不只是郭台銘 也授權給台積電 總統郭台銘以及台積電董事長 也三方會面 郭台銘要跟總統講什麼嗎 時間是3點47分 永齡基金會創辦人郭台銘 抵達總統府一分鐘前 還有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兩人前後出現 都是為了四點鐘 要跟總統一塊討論買疫苗的捐贈事宜 只是這場會面 郭台銘原先知道台積電也會參加嗎 因為台積電捐疫苗相關訊息 保密到家 現在對德國BNT原廠的疫苗 有台積電及鴻海永齡基金會 兩個企業單位團體 提出要各捐贈500萬劑BNT疫苗的提案 中午12點半 行政院臨時召開記者會 不只正面回應郭台銘請求政府授權 也宣布要捐500萬劑BNT疫苗的 還有台積電 台積電大約是6月10號左右 也提出他們的方案 看來這捐贈訊息 要不是因為郭台銘的請求 可能至今都還未被宣布 而要強調政府從未阻撓 羅秉承也細數從永齡基金會 6月1號送件起相關單位 躲積極 6月16號就前天 郭先生這邊傳來一個訊息 BNT只會賣疫苗給政府 也就是說不會賣疫苗給政府以外的 其他團體 那看來是碰到困難 那這種困難今天郭先生公開 希望政府能夠協助 政府很快明確的表示態度 郭台銘買疫苗卡關 上午請求建總統同意政府給授權 中午政院記者會回應 下午府方隨即安排會面 不用火速答覆郭董 但同時也拉了台積電作陪 TVP的新聞張聚華串柔才有報導 郭台銘爆出買疫苗受阻 案指綠營派系有意見 而行政院這番話聽起來是引人聯想 因為他們說希望國人能夠知道疫苗有多難買 因為就連郭台銘碰到也會有困難 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郭先生還沒辦法跟原廠來洽購 就在郭東喊話和總統見面後 政院臨時記者會上態度清楚明了 這話聽來似乎酸酸的 就像在強調從來沒擋過 政府能給的都給了 但事實上BNT疫苗就是還沒談成 政院更加碼爆料 早在10號台積電就提出申請 無條件捐500萬劑BNT 但為何先前不說 特別選在郭董公開喊話後 由政院替台積電公開 而幾個小時後總統馬上約見 十幾點耐人尋味 而指揮官在記者會上 怎麼說 從德國來的 我們大概基本上在目前我想 國人對這也比較有信心 我講坦白的 國台民進要買的是42塊美金 眼看郭董頻頻出招 民進黨似乎也按捺不住動起來 總召科建民透露 郭董疫苗購買價格 換算台幣一瓶破千 比國產800多還貴 府院黨一連串動作 就像有隱形劇本在知道 歡迎蔡英文總統 以及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 重要政經場合上 時常能看見張忠謀和總統同框 兩人關係好眾所皆知 而突然蹦出台積電也要捐 是否想藉此事以卡郭董一事 恐怕只有政院心裡明白 而撇除政治因素 從經濟層面分析 這步棋再步什麼局 看起來是台積電鴻海聯手 當然是我們在這方面 有很重要的國際工業的未接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學者分析台積晶晶片 加上鴻海通訊設備 在全球供應鏈上舉足輕重 強強聯手或許真能起些座右 看來這一千萬劑BNT終於有新進展 但種種風波也讓這批疫苗 很難洗去政治味 會有今天的三方會面是 郭台銘在上午透過了臉書 發出八點聲明 希望政府可以公開表示 接受永齡的捐贈 因為官民合作需要正式授權 總統府就回應 非常樂意見面 他已經連續這半個月以來 幾乎都沒有睡好覺 所以他其實為了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煩惱 郭台銘買疫苗進度 在卡關不只發言人代表出面 向蔡政府喊話 郭台銘18號一早也透過臉書 發表八點聲明 其中一項更要求 建總統 郭創辦人郭台銘先生 是隨時準備好了 就是今天下午也可以 就是隨時我們都可以 去跟蔡同見面 因為這件事情的確 讓大家都很著急 畢竟郭台銘真的很焦慮 聲明中提到 短午節後傳出民進黨 不同派系間有不同意見 草合的是又有媒體出現 無法查證訊息來源的不實報導 各種看不見的力量 開始對本案產生技術性拖延 所以希望政府能公開表示 接受雍齡基金會的捐贈 讓這個捐贈的購買 可以擁有代表政府的採購權 官民合作的關係 需要正式授權 為國際洽商營造有利條件 台灣的這個政治議題升得很高 但坦白講在國際上 大家還是要看一個說法 就是說台灣是否有開放 讓民間能夠跟政府合作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前提 現在必要先確認 不然的話 別人要賣東西給我們 也會擔心說這後續的處理 它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那人家也會擔心責任 這樣白了 郭台銘就是希望能夠直接獲得 總統背書再去談判 對此府方回應 總統始終樂意與郭董事長 見面會談 會進行後續安排 也期待郭董事長 不要受到未經證實的傳聞 所影響 我們絕對沒有說要拒絕 民間的力量 只要有相關的東西是合余 這種是合格的產品 那我們基本上都會盡量予以來協助 政府允諾全力協助 但心急如焚的郭台銘眼下或許只聞 樓梯響不見忍下來 TVP新闻 張聚華串柔 台報道 施打疫苗後累計猝死 已經達到了41例 其中有9人是洗身患者 還有3個人有腎臟疾病 其中有82歲的老人家 洗腎之後回家就發燒嘔吐 吃了藥之後依舊沒改善 送醫不治 原林原長鄉這一戶人家 老阿嬤是洗腎病患 但是2號打完疫苗 回家後不斷昏睡 周四家人發現 他人工血管沒再流動了 送醫急救後 宣告不治 縣長強調會協助釐清死因 指揮中心的統計數字慢了一點 因為各縣市政府統計到6月18號為止 接種疫苗後促世案例中 洗腎病患或者有腎臟疾病的人數就有12人 台中一名82歲老人家 洗腎後回家發燒嘔吐 吞了醫生給的止痛止燒藥後 情況沒改善 送醫插管 17號凌晨被宣告死亡 初判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 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啊 那當初人好好的都沒事 那打完疫苗之後 但家屬想知道的是什麼原因造成爸爸 急性心肌梗塞 懷疑就是跟接種的疫苗有關 申請行政相驗 檢察官目前有認定說 就是需要解剖再看一下結果 但法醫解剖後又要怎麼來認定死因是否跟疫苗有關 腎臟科醫師江守山PO文提醒 包括了慢性疾病沒有得到控制 例如血糖400以上打疫苗出事的機會就很高 還有疾病的急性期 像是剛得了重感冒 拉肚子 發燒中 等等都不適合 他形容打疫苗就像掀起一場小的免疫戰爭 瞞目瘡矣的國家絕對禁不起任何一場新的小型戰爭 另外長庚毒物科醫師嚴宗海則強調 對洗腎患者來說 一週三次 一次四個小時躺在密閉空間洗腎 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相對較高 因此施打疫苗 力大於弊 醫界呼籲應該要儘速釐清 打完疫苗後猝死的患者確切死因 否則全台有超過9萬名的洗腎患者 包括了長輩 老人家在內 就怕對施打疫苗失去信心 TVBS新聞 陳其軍 蔡松 李弘彩倫 雲林台中 採訪報導 41例的死亡個案當中 集中最多的就是新北市有10例 而不少的死亡個案都有慢性病史 在施打疫苗之後出現了發燒 咳嗽跟嘔吐等等症狀 2到3天的時間就死亡 警方穿著防護衣到廠香宴 台北市中山區一名富人 18號被家人發現 倒臥在床 沒有呼吸心跳 3天前 他才施打AZ疫苗 打完第二天才有一點點發燒 但是後來都有退下了 這個就是紀律問題來 碰到就碰到 死者是86歲的陳姓富人 打完疫苗後出現發燒 嘔吐症狀 3天後猝死 成為北市第四起接種疫苗後死亡的案例 全台6月15號開放75歲以上長者施打AZ疫苗 到18號彎晚5點 已累積41人死亡 新北市10例最多 其次是台中6例 台北5例 南投出現首例 75歲老翁 是埔里醫院護理之家住民 本身有糖尿病和高血壓病史 18號被護理人員發現時 臉色異常 以及沒有生命跡象 苗栗也新增兩起個案 都是15號施打 17號過世 PCR採檢都為隱形 打了第二天 還去菜園 除草 那時候沒有什麼疫苗 早上八九點 我老婆服侍他吃早餐 吃了 馬上吐掉 然後我把他含了幾百次 都沒有疫苗 雲林也新增兩名死者 其中一名八十歲的老翁 有癌症病史 施打疫苗後 曾出現骨頭痠痛 頭暈和咳嗽症狀 不少人帶長輩施打疫苗 想提升保護力 但陸續傳出猝死案例 恐怕也影響長輩施打意願 而高雄就有83歲的老太太 進去接種站之後 沒有多久就打了退堂鼓 而北部也出現了環打潮 這位婆婆由看護推輪椅到左營國貿社區接種站 要注射疫苗 才剛進去又馬上出來了 阿嬤你不要打是不是 不打 不打啊 突然打退堂鼓 夫人說怕過敏 我怕這個打了會過敏 我不要打 你以前打針是不是就會過敏 沒有 還是疫苗的關係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我不想打 這名復原83歲 由於這幾天傳出幾起長者 施打AZ疫苗之後猝死 他想一想還是算了 18號起展開第二波82-86歲的長者 疫苗注射下雨天市府也架起周宇棚 高雄市87歲以上長者 15日到17日這三天平均接種率65.7% 符合預期 北市也有民眾怕怕的 有些人想放棄AZ 等之後輝瑞的疫苗 但柯P說何時來 很難說 現有的要把握 你看那個AZ可以打就趕快打了 所以是這樣 疫苗只要是國際認證的 可以打就趕快打了 看看全台長者施打AZ疫苗情況 新北市施打率從六成掉到四成七 基隆各區都超過五成 台中市兩天相比施打率下降24% 新竹市6月17日施打率將近七成 創新高 也比前幾天高出5% 花蓮則是39.2% 台東則是8000劑全施打完畢 各縣市施打率有升有降 顯示部分的民眾的確會擔心 打疫苗之後可能會出現的不良反應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指揮中心也首次提出 像是慢性病或者是身體狀況比較差的 長者可以不用急著打 指揮中心拿各國施打AZ疫苗後的死亡人數來比較 以不分年齡的狀況下 台灣每百萬人19.6% 比英國挪威還要低 位於中間值 還拿南韓來對比 南韓這邊看起來 大概有到1.8 每萬人有1.42 那台灣是0.87 以南韓施打75歲以上死亡 和接種人數的比例 對比台灣強調人數在正常範圍 不過截至18號下午3點半 接種後猝死至少40人 不斷猝死的原因和年齡及慢性病有關 不過指揮中心也首次提到 身體狀況差 慢性病部的長者先暫緩施打 張上淳說 接種疫苗後的副作用 血理上可能影響慢性病患者身體狀況 但國外也沒有因此就建議長者不要施打 除此之外疑似接種猝死個案 目前有5人解剖 3人結果出爐 新增1人是主動賣流破裂 那如果能夠解剖 對我們在釐清相關的一些死因 事實上是很有幫助 那所以我們有訂定這個 如果有參與這個解剖的話 那也有30萬元的一個 就是一個補助了 考量習俗提供補助金 希望家屬能同意解剖 協助釐清接種後死亡的原因 TVN新聞是孟九 舒爾泰報道 演文因為有不少長輩都開始疾疑 到底要不要打AZ疫苗呢 這似乎也影響到日本捐贈 第二批疫苗的意願 捲起袖子露出手臂 立委蔡壁如剛打完AZ疫苗一天 狀況看起來不錯 但其實還是有副作用 頭暈到不行 我都覺得這個 這個都天 也不是天旋地形 我就覺得好像都歪歪的這樣子 坦言多少有些不是 直至台灣截至18號已經確認 至少有40人接種AZ疫苗後死亡 而且都還是長者 也讓長輩施打意願下降 這可讓遠在日本的駐日代表 謝長廷有些擔心 謝長廷引述日媒報道說 日本政府正在檢討提供台灣疫苗 而這個檢討依日本文化來說 代表可能還有變數 其中最關鍵的 就是捐AZ疫苗 已經引發的負面爭議 影響日本形象 這說的難道跟台灣國內死亡頻傳有關嗎 尤其日媒最近也引述台灣新聞 說已經有21名長者接種疫苗後身亡 底下更有網友留言 歐洲超過10國 因為民眾接種AZ有副作用而停止施打 送台灣這些疫苗真的是友好嗎 還有人提議是不是要考慮別捐第二批了 大陸央視同樣關注點進官網 就有好幾則關於死亡案例的新聞 陸媒海峽導報社在微博上還下了聳動 標題說台灣接連發生老人 接種後離世 AZ疫苗已經成為催命符 知名政治專業地霸也嘲諷 綠媒槍大陸人打不到AZ 但其實他們也不想打血栓疫苗 酸味十足 看來AZ引發的爭議不僅在台發酵 似乎也牽扯到國際政治 TVB的新聞陳建平令搶台北採訪報導 24萬劑的莫德納疫苗在下午抵台 20萬劑的莫德納疫苗送進低溫倉儲 食藥署人員也會派人 來到這邊檢驗空間 預計一個禮拜就能投入接種 第二批莫德納疫苗效期 是到今年的12月15號 另外有媒體報導之後 還有41萬劑 在這週日20號也會抵台 同樣由CI5556貨機擔起重任 另外美國捐贈的75萬劑疫苗 也傳出將由COVAX平台轉送 預計月底前會抵達 被問到確切時間陳時中一時雨色 為什麼你有41萬劑這樣的概念 對 這樣那個大概我想 還是要過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要掌握這樣的進貨的時程 然後才來安排這接種的一個對象 畢竟看看這次負責載運的華航CI5556貨機 從盧森堡起飛後中轉杜拜 沒避開大陸臨空直抵桃園機場 但就怕有變數說的不多 前一段時間第一批先到15萬 那今天又到24萬 那我想大概也不會很久 那第三批也會來了 台灣現有AZ196.6萬劑 莫德納加上18號下午到獲得 共有39萬劑 兩者加起來共235.6萬劑 台灣累計接種132萬劑 疫苗陸續到位 要衝高全台的覆蓋率 台北桃園有5名外籍 移工在一條暗巷裡烤肉 可能以為很偏僻也沒有戴口罩 但依舊被警方抓到 警方走進一條巷弄 發現有5名男子坐在地板上 正在享受烤肉的美味 但他們忘記現在是防疫期間 5個人通通沒有戴口罩 現在不能在外面吃東西 看到警方突然來盤查 他們也嚇了一大跳 但只能乖乖拿出證件 接受盤查 14號也就是端午節當天 晚間8點多 盧竹區榮興路的巷弄 這5人圍起升起來的炭火 開心的烤肉聚餐 可能以為偏僻巷弄 不會被發現 但還是被員警抓到了 而且臉上還空空的 他們全都是外籍移工 年齡大約25歲 這次端午節碰上疫情 沒辦法出門趴趴走 可能因為燒肉店都沒開 才選在這條暗像 滿足一下口腹之欲 室外5個人 其實沒有違反群聚規定 但出了門就得戴上口罩 這次移工們 收假在家不甘寂寞 揪團烤肉 結果被開單 真的得不償失